面对吴运老师的劝解 李女士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但刘先生的一次次欺骗 已经给李女士的内心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为了帮助双方共同打开心结 吴运老师将李女士 带到刘先生身边 让双方来一个面对面沟通 可一落错 李女士不自觉地又情绪激动起来 言语中始终充斥着愤懑和不满 他的行为太让人难看了 把个手机 不是拿到卫生间里拿到厕所里 就躲在这里躲在那里 你看得多难受 你累不累啊 面对妻子的一再数落 刘先生此刻的表现还算令人欣慰 没有再像此前 他在现场所表现的那般 为自己辩解 而是聆听着妻子的抱怨 可随着他否定越来越多 刘先生也越来越不耐烦 此前的忍耐似乎在此刻 全然转变成了委屈和愤怒 他要放弃调解 无疑妻子的一再否认 让刘先生对夫妻关系的修复 彻底失去了信心 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刘先生还是放慢了脚步 随后 他向几位观察员吐露了最近三年来 自己遭受的妻子的种种猜忌和谩骂 刘先生说 哪怕他现在有心去理解妻子 但面对妻子只增不减的怀疑 他只想放弃 经过长达半小时的交流和疏通 刘先生坦言 妻子身体不好 孩子年纪也小 其实心里也是放不下他们的 最终 刘先生决定 回到调解现场 那么 回来之后的他 又将对这段婚姻 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是放弃 还是会沉下心来 与妻子共同努力 来应对这场 他们婚姻之路上的巨大难题呢 而经过丈夫的这一次离场之后 李女士又能否意识到 自身的问题所在呢 经过各位老师的各方位的劝解之后 密室调解结束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清派调解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清派调解 刘先生你先说吧 说说看 今天我来走到这个警卫调解 有这么多专家跟老师 指导我们 看我来这个 这段婚姻 这个散灵呢 走的是的确是 磕磕磕的 我也有很多的过促 我在这里我曾经想你道歉 我不管要做什么事情 我会把家庭考虑在第一位的 那我把协议给你们二位念一下 看看能不能接受 好吗 协议第一条 男方承诺对婚姻忠诚 不再撒谎 不再做任何影响夫妻关系的事情 第二 男方承诺经济公开透明 任何事情提前商量 不再做任何的隐瞒 第三 女方承诺重建对男方的信任 第四 双方共同承诺 积极沟通 建立良性的交流模式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今天我们先得到一份平静 然后尝试着拖宽一下生活的眼界 未来看看能不能找到相逢一笑的那个点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看到了 你们俩对这个家还是很珍惜 所以愿意签这么一份 好 那就两位努力了 谢谢 老婆 相信我 从那以后没有做对不起的事 我保证以后还是这样做下去 一直陪你走到老 说让你放开心结 我没有那么多要求 你只要承诺不要再撒谎 不要再欺骗我 给我一个新的路就可以了 绝对不会的 再也不会有这个事情在发生 说我您理解我一样 李女士签了协议 这说明在她的内心 对这18年的夫妻感情仍有不舍 但李女士最后的泪水 这又在提醒刘先生 婚姻的底线不可触碰 否则伤害在所难免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 希望刘先生能用足够的耐心和爱 来弥合她给妻子造成的巨大伤害 同时我们也希望李女士 能好好想一想 当承载着夫妻双方的婚姻列车 脱离了轨道 在不愿意放弃的情况下 是不是只有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如何让婚姻列车重回正轨上 才能重拾幸福和安宁呢 因为无论是婚姻还是家庭 需要的不仅仅是夫妻双方情感的忠诚 更需要两人共同的程度和经营